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 向山田园基地绿艺生活开箱活动 巡礼向山田园基地 并在现场与社区伙伴一同种菜 好来 挖洞挖洞 剩下的希望种子菜苗 等一下我们要浇水 是的 巡礼田园戴起手套种下菜苗 台北市长蒋万安 前台北市长黄大洲 在向山田园和志工小朋友们 一起享受田园城市的疗愈成果 同时提前庆祝母亲节 合唱歌曲并发放康乃馨 台北市政府推动田园城市多年 已建立700多处田园基地 遍布公园 校园 建筑物屋顶及闲置空地 向山公园基地呈现多元植栽方式 结合周边环境建立兼具在地特色 及近邻永续等亮点的田园基地 首先要非常谢谢我们大前辈 黄大洲市长今天特别亲自来现场 因为田园城市的推动 也是由黄高高市长 他一开始发想的 而且他非常重视台北市整体城市的绿化 所以我们推动田园城市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遍布了海北市各个角落 总共有758处田园基地 而且总共可以每一年平均固碳 绿固碳达到6.8万公斤 那我们刚刚看到700多处田园基地 其实它什么概念 相当于29座的足球场 所以它遍布不管是公园 学校 屋底 以及台北市很多的闲置空间 都看到地域傲然 很多我们台湾原生的植物 那今天大家来到的象山田园基地 其实我要谢谢我们杨武市长 率领的团队 结合包括我们许多的施工朋友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 还有很多包括 今天很多小朋友前来一起 了解我们不止田园基地 它不是单纯是种植收成 我们更结合了食农教育 还有结合在地的地食文化 而且共同桥像联合国SDG 环境有趣的目标前进 我们这个田园基地呢 里面就是包含了 有蝸牛的这个菜园 然后也有水耕 就是包含太阳能结合的 这个水耕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雨水的花园的 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种植一些水耕的 那么也有符合现在我们知道是 老年人的这个社会 越来就是越多的那个饮法族 所以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可以站着种菜的 不用一直弯腰蹲下来种菜 可以方便老年人也可以来体验 种菜的这个设施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田园城市 就是在都市当中找一些就是闲置的空间 除了闲置空间以外 也是可以随手就是触手可及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把它活化再利用这样子 然后种一些可食的作物 然后让一些饮法族 或者是全民族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其实我们田园城市推行到现在 目前田园基地大概有750几处 那面积已经到达了将近20万平方公尺 就是程鲁刚市长说的 大概有29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是每一个田园基地 它都有它的特色在 那有很多都是由我们里长跟志工 一起来认养的 一个创新啦 这个是一个创新啦 感觉还不错啦 因为大家的认同感还蛮高的 这个公演其实它是一个算是 自然生态啦 自然生态的公演 因为它的背就是四寿山 其实它的后面的生态资源很丰富啦 那这个公演最主要还是要 我的感觉啦 还是要朝向有一些运动设施的公演 来往这方面可以再继续加强 基地由公园处及台北市洗柳环境 氯化基金会共同打造 并由洗柳团队带领志工任养 打造具有食农教育 景观油气 环境教育 生态保护及永续经营等亮点的 多元都会基地 记者张启腾 欧俊台北报道 乳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平均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因此立法委员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家俊就召开记者会 共同提出了乳癌筛减年龄下降至40岁 提供医疗性动软补助 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胃教 可进行这三项主张 乳癌防治如你所愿 与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代表高呼口号 在母亲节前夕 立法人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家俊 特别召开记者会 辉政府下修乳癌筛减年龄到40岁 做好早期预防守护女性朋友的健康 110年的时候 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同时乳癌在十大女性癌症当中 也高区女性癌症的第三位 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111年总共有2834名女性 不幸因乳癌而离世 每天大概有7.7名女性死于乳癌 所以面对死神的禁逼 我们国家的政策 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调整 提供女性足够的保护 特别是乳癌医学会过去就指出 国内乳癌现在已经呈现M型化的发展 特别是乳癌近期在年轻族群发生最高率的癌症 耗发率其实都远高于欧美 我想这个数字或这样的说法让外界非常惊讶 原来在台湾我们的乳癌的罹患年龄下降 还有包括我们罹患乳癌的年轻女性也高于欧美 所以未来无论是调降我们现在公费筛减的年龄也好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目前筛减的政策只提供45岁以上 或40岁以上家庭有这个乳癌的病史 才有提供这样的公费筛减率 所以未来如何去调整 所以是我们今天开记者会最主要的目的 本身是妇产科医生及不应证专家的陈清辉 除了支持乳癌筛减年龄下修外 更进一步呼吁政府提供经费补助民众 因为医疗需求的动软作业 以因应越来越严重的烧子化问题 至少有30多个国家已经透过政府的经费 来挨注民众因为医学理由 所衍生出来的动软支持措施 医学理由就包括早发性的卵巢衰竭 家族遗传卵巢衰竭 以及很多年轻的癌症病友的生育保存 在去年卫福部5月4号 其实有提出一个动软补助可行性专案报告 有白纸黑字的跟国人说 参考各国政策 如果要补助 可以优先评估有医疗需求的动软 但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 何以政府都还没有启动评估 如果评估下来可行的话 至少明年编列预算就可以尽速解决 我国少子化的问题 也是晚婚生子的张家俊强调 近年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他也赞成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同时支持因为医疗需求而影响生育功能的病友 政府应该给予动软经费补助 我一直自以为年轻错过了动软的最佳时机 三位都已经为了母的立委强调 健康是送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回政府紧速落实乳癌筛解年龄下修到40岁 提供医疗性动软补助 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慰教可净性 这三项政策倡议 更全面的照顾妇女同胞的健康 记者张祁腾台北报道 世新大学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共同举办职求对决就在世新校园真才博览会 吸引了总计16种产业类别 74家企业进驻 其中以媒体公关广告业为主 中家宽萍也在现场进行真才 开出多项职缺 欢迎毕业生加入优质企业的团队 职求对决就在世新 职求对决就在世新校园真才博览会 5月8号在世新大学校内登场 今年总计有16种产业类别 74家企业进驻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近年来世新大学在软硬体设备 师资等各方面做了很大的投资 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让学生能很快的进入职场 顺利发挥专业才能 我们每一年其实几家的摊位里面 大概有很大的比例都是媒体 像这一次来有东升 有TVBS 有联合报 当然还有中家 当然还有很多的 有线电视的朋友都进来 那么不管是平面也好 电子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也好 我都觉得让这些企业体 尤其是媒体的人 能够进到我们的学校校园里面来 让学生可以直接跟你接触 我们学校大概一万两千人 但是大概七八千人是传播学院的 那可以想见这个这么大的比例 那这也是全世界大概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个学校全部都是以传播学院为主的 一个有特色的大学 那有特色呢 当然也是我们这几年来非常大的投资 包括我们的硬体设备 空间设备 软体设备 甚至师资课程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年 非常非常努力 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努力 能够把它划在我们的学生的身上 让他们更有竞争力 那让他们能够让职场的好朋友们 能够看到世心的学生就是价廉 物美方便又安全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不会很在乎 说一开始就要很高的酬劳 但是呢 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卖力 尤其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期待的是我们的学生 能够因为这么一个就业博览会 而很快地找到工作 然后呢 在职场上能够发挥他的长处 或者是让他能够很顺利地 在步步高升 然后出人头地 校园真才博览会现场 也吸引许多世心学生 前来了解职场动向 希望毕业及就业 能够顺利找到喜欢的工作 我是大四树莓系 然后我是今天来看这个真才博览会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所以来这个博览会可以比较了解 因为毕竟在学校就只是做学校的东西 啊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了解到 企业真的在干嘛 然后可以比较清楚自己想要的职位啊 或者是其他的或许有相关类型的 就是可以去多了解这样 因为我是树莓系嘛 所以一定就是想做广告设计啊 或者是数位动画啊这类型的 首先我觉得来这边参加的话 可以就是直接认识到很多公司 然后就直接可以去跟公司聊说 我自己适不适合那个工作或职缺这样 钟家宽萍资深经理徐巧妮也受邀参加 并以试心校友身份分享自身工作经历 钟家宽萍也大局进行真才 并开出新闻记者门市专员网络工程师等多项职缺 欢迎试心毕业生加入优质的企业团队 我想钟家宽萍每年都会配合试心 来进行一个校园争才的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主题是职求对决 所以我们在现场去开出很多的职缺 也要跟同学来面对面的职求对决 包含了新闻记者采访记者等等 当然我们还有门市专员还有网络工程师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试心的学弟妹 试心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钟家的行列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试心毕业的学生 在媒体业界其实就是一个人才的保证 那包含了现在进步的AI科技 还有一些产业科技的一个进步 这试心其实相关的设备都有跟上脚步 我们希望可以征求更多的试心人才 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加入我们有线电视的行列 那么今年钟家也会推出有线电视第一个AI主播 希望这也是一个亮点吸引更多的学弟妹 可以加入我们 透过举办校园真才博览会 试心大学希望应届毕业生能够立即就业 并提供在校生多元了解产业的管道 增加就业媒合机会 达到产学双赢的最佳成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资料 全球因为人类乳涂病毒所导致的相关癌症 每年有63万例而且没有男女之分 因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9月起 除了持续提供国中女生公费HPV疫苗接种外 也将首度纳入全台北市国中男生 也进行9价HPV疫苗接种 预估会有1万名国中男生受惠 台北市长蒋万宇八大医学会 台北市国中家长联合会等代表 共同揭晓台北市政府送给青少年的健康成年礼 就是9月起不分男女生 将提供全台北市国中生公费9价HPV疫苗接种服务 我们台北市率全国之先来开放让国中青少年男性也可以施打HPV疫苗 之前我们已经让国中女生施打有一段时间 那也因为根据WHO他们的建议 认为不只是青少年女性 包括青少年男生也应该要施打HPV 对于包括防治HPV感染以及后续衍生的癌症预防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这一次我们台北市增加了1600万的预算 那预计大概有1万的国中男生会受贿 角瓦安特别说明台北市政府领先六都 将男国中生也纳入HPV疫苗接种对象的原因 根据相关的研究以及统计数据 发现其实每个人一生大概80%都可能感染HPV病毒 那另一方面特别女性可能衍生后续的癌症 包括子宫颈癌等等 那男性可能就是头颈癌等各方面几率非常的高 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建议都希望 15岁的女生至少90%以上都希望能够施打HPV疫苗 那也非常建议纳入青少年的男生也施打HPV疫苗 出席的台大医院副院长楼培仁 及台大小儿科副教授李炳盈也很肯定台北市长 蒋万男孩女孩都保护的决定 全世界134个核准HPV疫苗适应这个国家里面 有56个国家都是两性共同施打 这56个国家都是先进的国家 亚洲只有一个国家是两性共同施打 这个国家叫做布丹 因为布丹的人口只有78万人 台北市就有250万的人口 所以你可以想象财政的负担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台北市能够开第一枪 领导我们台湾整个都能够走向两性共同施打的话 我们应该是亚洲第一个重视男女两性平权 重视预防HPV感染所引起的包括子宫颈癌 包括阴经癌 肛门癌 外阴癌 还有美国欧洲先进国家 80%的口烟癌都是HPV感染引起的 我们可以预防这么多的癌症 除了制作宣导短引以外 为了提升学生健康知识及接种意愿 台北市卫生局方面计划 从5月起梅河专业讲师 寻回国中校园进行疫苗预防接种相关教育课程 并且透过校园私生沟通管道 提供家长疫苗手册与接种同意书 等家长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 由校园社站服务医师提供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 因故无法在校接种的学生 可以持补接种通知书 到台北市113家HPV疫苗特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 台北市免费接种都费HPV疫苗 男孩女孩都保护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母亲节前夕台北市当蒋万安到新安国校 宣示守护校园的卫生安全 颁发环保局空气品质荆棘认证 并见证由市议员王欣怡募集捐赠给八所公立国小的疫菌灯 为学童的健康安全来把关 新安国小幼儿园小朋友用可爱的歌声舞蹈 欢迎市长蒋万安到来 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表示 夏季是肠病毒流行季节 自己的三宝就感染了肠病毒 而国小学童及幼儿抵抗力较弱 密集群聚的教室非常容易交互感染 过去疫情时是被动防疫 而在后疫情时代做法要改变 必须主动降低感染风险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很多的做法要改变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防疫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在后疫情之后我们要主动防疫 我们应该要更主动降低这些细菌或病毒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们就去年订定了室内空气执认证场所的计划 所以我们很高兴包括像孩子们经常出入活动的学校 教室 当然还有各个公共的场域 那另外我们特别希望在短期内 针对敏感族群的室内空间 比如说刚看到小朋友幼儿园 还有更小的托育机构 还有包括亲子馆 以及我们护理之家 对于这些长辈 我们希望在115年能够完成这些包括UVA杀菌的设备 来照顾他们的健康 把室内空气的细菌降低 能够减低他们感染的风险 所以很高兴 我们现在国小以及另外七所 我们有八个学校 谢谢新医员台达电能够捐赠这样的设备 尤其刚曾孝总提到 最近肠病毒开始又非常的盛行 我自己的三宝 现在就在肠病毒 真的 所以我太太很辛苦 她已经是第二次得了 肠病毒就是 我有感冒症状 喉咙很痛 还好她活动力 还算活跃了 还算旺盛 让我太太更累了 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很强调 很多的病菌 我们希望能够 注意个人卫生病菌减少 避免这些 包括肠病毒 流感 不断的流行 本身是单亲妈妈的 市议员王欣宜表示 孩子的健康 是每一位父母的心愿 这次爱心捐赠行动 是以抛砖引玉的心情 呼吁各界支持 共同为学童健康安全把关 这次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行动 在五星节前夕 希望可以给妈妈们 一个安心的教育环境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在我们的校园里头 能有更好的卫生安全 就透过现在新的科技设备 用这个抑郡灯的方式 在三秒钟之内 就能够有效的灭菌 灭病毒 让我们的孩子 在校园当中 不要再因为 小朋友们的免疫力比较差 就很容易在教室里头去群聚感染 像是流感 肠病毒 感冒等等的 未来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更安心的在教室上课 能够让我们的家长也更放心 这一次就是透过 各界爱心人士的一个捐款 然后我们采购了这样子的 一个台达的疫菌灯 获得台北市的环境品质的精植认证 能够有效的来灭菌 杀菌 抑制这个病毒 同时这样子的一个紫外线的照射 也是对小朋友是很安全的一个产品 是逢母亲节前夕 很感谢新一议员抛砖引玉 让我们的学校能有机会 在环保局的认证之下 拿到了经级优质的认证 那我代表了家长会呢 还有我们台北国小联合会 学生会也是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在这些病毒肆虐之际 不管是肠病毒 或是各式各样的病菌 在校园蔓延的时候 其实只要一位学童感染 其他的家长 家庭 还有交叉感染 都会造成很多校方 及家庭上的困难 那我们也是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抛砖引玉 我们这八所学校 得到了经级认证之后 有更多台北市的 国小幼儿园 都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大家为了环境 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 一起得到一个经级的认证 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 推动计划 主要是鼓励公司立场所 采取主动式防疫策略 加强通风换气 引入空气杀菌设备 降低感染疾病风险 蒋事长上任以后 一直希望能够推动室内空气品质 这个场域的认证的计划 所以我们从去年3月14号开始 我们就全力来推动 那我们现在呢 有分为荆棘跟荧棘 那荆棘的这个 细菌浓度会更低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创造让 孩子们有一个更安心 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 不管是肠病毒 或是很多的细菌的部分 我们都希望透过室内空气认证 能够让这个整个环境品质 能够带给孩子更好的环境 我想我们现在会有针对 包含这个敏感族群 包含脱音脱幼 那甚至我们现在开始鼓励各个学校 希望让学校都能够有 这样的异菌设备 让孩子真的可以在 比较安心的环境下来学习 八所修正小学分别是 心安国小 万兴国小 健安国小 木架国小 大安国小 景星国小 景美国小及仁爱国小 北市府也将研议透过异菌设备 降低病毒细菌传染 为守护校园安全健康而努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出门绿交通 你我都轻松 每天骑烫单车 每月减碳五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车 每月减碳八公斤 每天搭一趟捷运 每月减碳十公斤 绑丁悠悠卡 开始我的减碳存折 我今天就商量到 ディア 我今天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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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散步咯 走走 美食好環境 毛海好吃劲 2024 uSport台北熱運動啟動囉 凡是23到64歲的市民 都可以登記獲取限量4萬份的 1500元的運動抵用金 總共超過百家的公民營業場所參與活動 台北市長蔣萬安跟著運動網紅一輪 做出運動姿勢 推廣養成運動好習慣 台北市政府延續之前好評 今年再推出U-Sport台北熱運動計劃 落實整座城市都是我的運動場裡面 打造運動之都 那去年9月我們開始試辦三個月 那這當中確實有很多民眾 有很正面的反饋 北極有2萬多人升起 而且我發現統計有6個市民朋友 他幾乎是全勤 使用超過了94以上 有一位真的是全勤 等於幾乎每一天都進入運動場館 使用U-Sport然後再運動 所以我想最重要 我們把去年三個月 我們來自各界的反饋意見 我們幫他做了一個會程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全面的檢討以後 全新的U-Sport台北熱運動 提出而且升起 最主要有三個大家可以知道的重點 第一個 樂極點 第二個 加碼送 第三個 好康抽 極點 然後加碼 然後再來抽獎 那這三個方案等一下 我們都會有一個詳細的說明 讓大家更加的了解 那我想重點是 我們這一次希望讓市民朋友更方便 簡單易懂的方式來使用我們的U-Sport 那另一方面 我們也特別有專屬的APPAPP 所以從今天下午2點開始 大家就可以下載 然後直接透過簡單的介面 就可以申請 就直接取得包括累積5UB 或者是馬上取得抵用金1500元 那我想這些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 我們台北市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能夠達到40% 目前我們還差一點點 雖然目前我們已經大概38%多 39% 還差一點點 但是我們已經是六度第一 那我們很希望能夠持續的推動 整體的運動風氣 讓不同的年齡子大家都能夠享受運動的樂趣 那另一方面 我們除了推動台北樂運動U-Sport 這樣的方案以外 我們也持續的推動相關硬體的建制 包括上個星期會才到士林 參加我們目前規劃台北樂動股 就是跳躍的樂股 樂動股 就是台北運動中心的2.0概念 但我們取名叫樂動館 已經盤點了9處 未來我們將興建樂動館 那裡面當然除了基本的綜合場館 籃球 排球 羽球以外 我們還有包括體制的健身中心 然後還有各項課程教室等等 另外我們規劃9處每一館一特色 包括士林 我們去的客牆游泳池會來改建以後 除了這些機有設施我們還會規劃 在當地客牆的運動館 我們會有兒童的體制的中心 另外其他幾處規劃包括室內射擊 還有三鐵的訓練中心 還有水上運動 還有草地上運動 還有皮克球等等 我們希望從機有設施再培養 各項有潛力發展的運動項目 那另外去年底大巨蛋的正式啟用 大家也看到帶來很多的相關效應 目前我們舉辦的不管是壓緊賽 還有今年初的日本獨白軍人前來 以及中華職棒的開幕 以及接下來有很多場職棒賽事 其實帶動的不只是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更近距離更好的體驗來欣賞棒球賽事 我們帶動整體的經濟效應 以及地方經濟的活絡 所以很多推動全面運動的政策一一的上路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享受運動 而且就如同我們這一次台北樂運動的一個宗旨 動越多賺越多 所謂賺到的不只是你的UB 可以去使用去買商品 可以去免費使用運動場館以外 更重要是賺到自己的健康 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感謝每一位協助 這項全面提升政策的夥伴 讓我們U Sport Time的樂運動 能夠以全新的面貌展現在市民朋友面前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努力 也希望在整個上路之後 市民朋友可以給我們各項的反饋 我們會有東西調整 讓他做到更好 希望很快可以達到威力人口比例超過40% 除了抽底佣金 民眾到運動場所運動還可以累計幾點 額外再獲得UB 動越多轉越多 次數達標還可以參加8月及12月會推出的好康抽獎 有機會將電動機車腳踏車運動手錶相機等好力帶回家 記者温宇郡台北報導 台北市松山區公所與玉達高中 共同舉辦的新住民美甲班歡樂節夜了 學員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甲片 同時搭配自己原屬國的傳統服飾與配件 各國文化深度交流別具意義 我今天做的作品就是春天的櫻花這個甲 然後有櫻花還有蝴蝶的元素 還有蝴蝶花 新住民學員秀出美麗的美甲圖案 有春天的櫻花與蝴蝶 還有中國國畫與水墨風格 松山區公所新住民美甲班 吸引來自中國緬甸泰國印尼 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家新住民參加 有學員是第一次參加 也有之前上過課後開發了興趣 再次跟著玉達高中時尚造型科 陳藍梅老師 學習最新時下流行的美甲美學趨勢 精進自身技巧 之前有去學會上過 然後也是 第一次也有 這一次是上第二次了 再寫三十公尺都給 第一次上過以後就覺得 老師教得很棒 然後第一次看到這個課程 我就馬上報名 之前第一堂課 第一次跟老師的課學了以後 我回去就入宿秀買我了 有一些材料 有朋友要或是家裡姐妹會要做 我都幫她做 已經開始有在幫朋友這樣子的嘗試做 對 以後我想說有的話就兼職嘛 就這樣 家裡還要我幫忙做事 可以嘗試從兼職開始這樣子 對 因為對美業也蠻喜歡的 因為最近正在準備考美容證照 每一堂課我都會在FB幫你打卡 對 把我的老師教的作品都往上傳 對 所以就說謝謝玉達 想看學校的 很謝謝老師 然後最近就是流行的趨勢 然後看到 現在上都很多美甲 我想說 可能就是剛好有一代朋友 就是她推薦我說 剛好有這個課程 我想說來上上看 就是我們來接觸 就是我們平常接觸不到的一些美甲 還有可以同學一些互相交流 那今天我學習到基礎的美甲 那我覺得 我可以在家裡 就是可以做很好的 就是美甲基礎的一些 就是花兩種彩繪 就是這次的就是文化的一些代表 這個大紅花就是我們馬來西亞的國花 那紅色就代表勇敢 對 那我就是老師上課有教一些花朵彩繪 我就運用老師教的一些基礎 把它運用上去 然後外面去給人家做美甲的話 那非用很貴的 那如果虛空所辦的這個活動的話 我們可以跟老師學到自己DIY做美甲的一些技巧 然後就可以自己完成自己喜歡的美甲 然後節省一些費用 我這邊的話呢 我是做那個搭配我衣服顏色的一些美甲 然後老師有教我們煙火的美甲 對 那如果說衣服跟美甲的顏色搭配的話 那這樣子整個就會一致性 然後就會很好看 由於課程內容豐富 也會做教學主題性十足 結業時中 總共有14位學員獲得全勤獎殊榮 松山區副區長施淑黎也立臨現場 頒發結業正名級全勤獎 並鼓勵學員奮發向上 未來可以朝著考取美甲證照 步入美甲領域來發展 時間過得很快 十周 那我剛剛在這裡呢 也看到大家非常的認真很專注的 來完成您的作品 那在後面也看到大家這十周來的一個學習成果 那原來我今天才體驗到 我們來美甲 女生從頭 剛剛有幾校長講 從頭到腳都可以美美的 從美睫 然後美唇 木眉 現在美甲 全身 女生名為女人 都可以美美的 那剛剛呢 我們的作品裡面 我還看到了 展現了像是海洋風啊 還有粉粉的 很像櫻花的春天的風格 非常多的藝術之美 那我想這是老師給我們很大的一個指導跟功力 那剛剛我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劉校長 跟我們劉校長團隊 剛剛一進到這個教室 原來這個教室是一個專屬的美甲教室 所以我們松山區公所也非常的榮幸 得到我們學校的一個支持 來對我們新住民朋友 有這樣的一個課程上的一個指導 那這樣的一個指導 其實也是台北市政府非常重視的 也是希望我們的新住民在這邊有一些學習 然後也能夠更融入了我們的家庭跟社會的生活 美甲班由松山區公所及玉達高中再度合作辦理 玉達高中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與新住民合作 結合多方資源創造最大的效益 我們學校有五個科 我們都希望這五個科能夠讓大家發現我們的存在 怎麼樣才能夠讓大家發現我們的存在 就是要把資源分享出去 要讓各位願意走到玉達來 所以呢這幾年 這幾年松山給我們很好的機會 我們聽說我們的廚藝班已經開課 報名一小時爆滿了 除了美甲 物美 美髮 這一系列實上造型的課程之外 我們還有哪些資源其實是可以分享給各位 不管有沒有拿到今天的禮物啦 來上課的過程裡面有交到新的朋友 都是一件最開心 那個是最珍貴最寶貝的一件事 一禮物很重要 松山區公所每年都會規劃不同主題的新住民課程 也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松山風情 松山區公所臉書粉專最新活動及課程訊息 都會第一時間在官網及粉專公布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辦理煙品販賣場所的抽樣調查 以僑莊測試的方式 了解各類煙品販賣的場所是否違規 賣煙給未買20歲者 結果仍然有29%的業者 未查驗證件就直接販送煙品 呼籲民眾及業者要遵守規範 消息會人員僑莊成年滿20歲 但穿著高中職學生制服的民眾 到販賣煙品場所買煙 觀察商家是否會主動確認年齡 並且要求查驗證件或是直接拒賣 依據僑莊測試調查結果 全國22個縣市合計747家 在煙品販賣場所中 仍有29%的煙品販售業者 為查驗證件直接販售煙品 那這部分我們做一些相關的調查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我們就把 就是去看一下說 等一下我們就了解說 但我們調查了 到底怎麼樣的調查的步驟 還有我們就調查的一個 不合格率的一個情形 112年是什麼狀況 那一年來的一個趨勢圖 是如何的狀況 那另外再來110年到112年 各縣市衛生局 根據這樣的部分 它有集合查處 它到底是如何的一個情形的狀況 那最後就是一個 因為還防止把新制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 宣導教育的一個介紹 好 那就簡單的大概大綱是這樣 好 那我們的橋樁測試 另外112年的修正的 歷史器條的規律 也好防止把歷史器條是 不可以供應商品 不機制販賣也好 或供應商品給違法20歲的人 那所以說這部分我們今天到的 四大掃廠也好 或者是連鎖賣場 一般的商店也好 都是我們的調查範圍 那我們調查的部分 主要就是我們 因為未成年人 我們也有考慮到違法性的問題 我們今天讓了未成年人去買 可能會有一些 教唆犯罪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還是以20歲的男性 當調查員 但是我們希望他穿著高中生的制服 因為穿著制服之後 你是店員你就要一個疑慮說 他到底是不是高中生 所以你就勢必可能要去調查一下 他的到底有沒有買這樣子的資格 所以我今天請未買20歲的 他穿著當地的高中的高職效果去 看看店員說他看到未買20歲 他是怎麼樣的反應 他們做一個相關的年齡的調查 我們去年的7月 就下半年7月到11月 一共22縣市調查了747家 包括聯手便利商店 也包括檳榔攤 也包括聯手超市跟大賣場 跟一般我們的商店 總共數量是747家 那我們怎麼調查呢 然後我們就喬裝的調查員 他就先去買煙 那我們就看一下說 他到底有沒有問他說你有沒有買20歲 因為我穿著高中制服 你一定要問我你有沒有買20歲 那如果說我有 那你是不是有就好了 你要不要叫我提供證件 要不要出示證件 應該主要是這樣的兩個步驟 那出現只要一個就是完全就不會 不管了 我就直接就賣了 就賣商品 這樣我就是不合格 另外一個是有 我有問你你有沒有買20歲 你告訴我有 但是有 然後我明明就穿著高中制服 你有沒有做進一步的查核 如果沒有查核 這樣也是不合格的 那再來就是 如果說有確認職業力 然後也確認他的證件 這部分是合格的 或者是根本沒有問他 可是我就 因為你穿著高中制服 不賣 不拒絕辦賣 這樣子也是合格的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去調查 那最後我們會做相關的一個 拍照純證 並填寫調查表 完成整個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一個調查 那再主要就是在 大致上來講就是 就是連鎖 邊緣商店 檳榔攤跟 連鎖超市的一般商店 主要還是在檳榔攤 檳榔攤是比較合格率比較不高 比較 就是 合格不合格的比例非常高 但 那這個其他部分大致上 都還是維持在三層左右 好 平均大概去年的 調查不合格 就是四大類的場所大概是29.4 好 那連續我們都連續了10年的調查 大致上從一開始的 5-60%的部分 到現在都已經到29%了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趨勢是一直在進步的 大家確實在販賣煙品的時候 都會考慮到合格法性 而不是說今天有人要來買 我就直接賣給他 沿海防治法第17條第一項規定 任何人不得供應煙品 給未買20歲的人 違反者最高處 新台幣25萬元的罰還 若遇到業者有難以辨識 消費者年齡的情況 依同條第二項規定 業者應要求消費者出示 證明年齡文件 消費者拒絕時不得返售 那這9號規定是到風險 危害最大的就是我們的措淹 所以我想 淹對於國人的威脅 或者全球的威脅 不言而喻 那麼我們所有 國民家所說 主折的工作項目 大概就是以預防 跟幾天的掌情篩檢 那麼這個措淹的行為 措淹害對於身體 的確是一個重要的風險因子 如果能夠免以淹害 那麼對於身體的危害 就可以降到淹底 也是一個最有效的 預防疾病發生的一個 這類的所段 所以我想 我們家屬從常起來 跟大家一起合作 致力於淹害的網子 那麼新華在去年 3月22號正式上路 為什麼這裡面其中 特別把18歲的淹品 拿到20歲 那就是說 國際上的一些實證 證明說20歲以下 如果提早接觸到淹品 那麼他未來成癮的機會就越大 所以一旦淹癮成癮 那他要戒掉 那可能他的困難就更高 所以怎麼樣保護青少年 跟這些淹品 面對這些淹品的危害 就格外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把新華裡面 把18歲 提高到20歲 那這個過程中 當然會遭受到 大家對於在販售上 有一些不便 可是我相信 我們除了在商業的行為裡面來講 那麼對於這樣的一個 特殊的產品 那麼有一些防止的手段 必要的詢問 他的年齡 必要的一些 歸切或者是 歸教 是非常值得 對我們來做了一定的詢問 那其實我們發現到 青少年跟抽菸的行為 有三個重要的相關性 在研究裡面 第一個就是 他們性別 男生的聚菸率會比較低 也就是 我們常常講 就是抽菸跟同才的因素 也講是大的 第二個部分是出於好奇 就是他們抽菸的因素 也是出於好奇 第三個部分 就是我們發現有一個相關性 就是你用錢越多 他們抽菸的行為 比例會越高 大概就主要這三個 那這三個的話 就會影響到說 接下來講那個電子菸 那電子菸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 因為透過我 我輕易度就可以買到電子菸 那電子菸的話 就是 不管是好奇 或者是零用錢 都會有高度的相關 那我們如果去上 那個電子菸相關的網站 會發現 它好像是在賣彩虹塔 裡面西瓜就是一個紅色的 然後藏起來甜甜的 又有涼感 然後有多哈密瓜是綠綠的 就感覺像在購買那個彩虹塔 但是對青少年來說 是很容易在網路上去購買 再加上電子菸 它有涼感 藏起來甜甜的 在我們身上去遇到 許許多多的青少年 他們都跟我講說 割抽的不是菸 因為我抽的沒有那個焦油味 沒有不喜歡的味道 他們覺得抽菸會帶給他很大的 這種舒緩的感覺 還有精神的效果 所以我們經常上 我們也很關心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孩子需要抽菸 需要電子菸 那他們的生活壓力是不是太大了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長期在關心這些 這些青少年身心健康 到底他們的生活壓力 是不是造成他們在抽菸這方面 有些相關性 國監署呼籲落實拒售菸品給未馬二十歲者 由政府業者與民眾共同攜手 遵守販賣菸品三步驟 問年齡出實證件告知法令 一起守護未馬二十歲國人的健康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 台北市好運2U專車 八千元乘車補助 讓孕婦便利又安心 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寶貝的到來 私幼補助再升級 提供孩子專業又溫暖的成長環境 樂生助養助您好運 照顧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醫生 但不是你常見的那種醫生 我的治療對象 是整個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顧城市污水管線 和我的夥伴們365天 24小時不間斷的輪班 為大家帶來便利的生活 努力奮鬥者 環保局有一輛垃圾車 在進入天外天焚化炉時 擰過一隻躺在路中的黑狗 遭到民眾上網爆料 環保局 動保所及警察局 就召開聯合記者會 強調案發後 市府相當重視 全案已經請警方調查 釐清責任 一輛垃圾車轉彎 要開進焚化炉 但地面上 躺著一條大黑狗 下一秒 垃圾車直接 擰壓到黑狗 毛小孩 痛到滾了好幾圈 被人發現時 傷勢相當嚴重 環保局與警方 於第一時間合作 昨天晚上已經進入 焚化場保全證據 瞭解實情 市長非常重視 指示 對此事要全力追查 爭辦到底 務必把所有的細節 釐清 環保局 對於同仁執行中 所造成本次事件 感到非常遺憾 本局現已介入調查 並加強宣導駕駛 應遵守速限 並注意路況 這是屬於 動保類的嚴重刑事案件 該名駕駛 目前已暫停職務 除了刑事上的責任 請動保所與警方 能夠盡快釐清之外 環保局也會盡待 相關司法調查 結果出爐後 進行行政上的必要懲處 最重 將該員予以開除的處分 畫面被民眾PO上網 政府環保局 警察局 和動保所 共同召開記者會 說明調查結果 那針對這個毛小孩 遭撰擊案件 警方深感不捨 一定會嚴正查處 那行為人 在今天早上已經到案 對於不慎撰擊毛小孩的案件 深感奧迴 警方目前正義動保法 偵辦中 動保護法它其實會有區分成 那個故意的部分 然後還有過時 那故意的部分 涉及刑事責任 那我們這個案件會 依動保法第25條 然後移行基隆地方檢查署 去做判定 那去確認說 它是不是有刑事責任的歸屬 所以這個案件做完之後 會把相關的筆錄 跟捐贈資料 都依給地檢署辦理 環保局調查之後 認為理性司機違反動物保護法 移送檢方偵辦最高得 面臨兩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 病科最高200萬元以下罰金 記者 黃燒民金融報導 另外暖暖區地內15號公園旁 在市議員聯恩點結合社區 營造積極推動下 成立了洛宇松工作峰 社區居民可以隨時自行DIY 家具雕刻或是修理物品 除了免費提供水電外 也提供居民需要的工具 平常休閒喜歡自己 悄悄打打享受做公益樂趣的 市議員聯恩點 拿著高壓清洗機 沖洗一片已經有七八十年歷史 廢棄不用的木頭屏風 之後再由自己自行整理 重新上漆 再鋪上一塊玻璃 裝上腳架 就可以成為一個泡茶桌 環保又實用 而這項DIY工作 都可以在這處 洛宇松工作方完成 本身我也很喜歡自己動手 那就像剛剛我真的有一塊 這個舊的一個屏風 那我想說可以把它運用起來 當成一個桌 泡茶的這個做桌子 來運用 所以其實在社區裡面 我們可以運用這些閒置的空間 來做給居民 可以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可以放下 然後把它放到外面 這樣 放到這裡 為了方便民眾在裡面工作 平常四邊通透的工作方必要時 都可以放下透明的遮雨棚遮風避雨 特別我們旁邊因為這個也是開放空間 我們也做了這個返布 那就是特別是在冬天有雨的時候呢 可以在裡面這個鹹化家常 曾經也在裡面泡過咖啡 那晚上也有人在這裡要雕刻 學雕刻的來這裡 想說在家裡會吵到別人 那在這裡默默的這個空間 很好的環境在工作 我想這個效力不太好 那自己對自己身心靈 都是一個很好注意的地方 這處位在暖暖區定內 15號公園旁邊 看起來像是涼亭的地方 早年是由自然水公司 搭建成涼亭市的社區休閒地點 近兩年來在基隆市議員連恩典 結合社區營造工作 積極推動下在周邊種植洛宇松 修建木頭藝術矮圍欲藍 命名為洛宇松工作坊 更轉型作為開放式 社區居民可以隨時自行手作DIY家具 雕刻或是修理物品的工作地點 除了免費提供水電之外 也提供需要的工具 希望為社區居民打造出另外一種 兼具休閒娛樂和環保的好去處 運用這個空間可以讓社區的人 喜歡自己動手DIY的朋友 可以來這裡 當初我們也開始做的時候 就有社區的朋友 把家裡不用的電鑽 還有電焊機 砂輪機 還有那個應該是阿桃 就是打牆壁的阿桃 都會送過來 他說我放到家裡也這麼久了 就放到這裡 那目前那些東西 因為在這個地方 也沒有一個密閉的空間 所以我們把它收到倉庫裡面 那要用的時候 都可以隨時來這裡借 然後特別是針對DIY 市議員聯恩典表示 想要來工作坊DIY的民眾 都可以到他的議員服務處 藉用需要的工具 享受自己設計 自行修理 敲敲打打 以及環保再利用的樂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成功國中學生 設計研發的健康力氣 科技跳繩作品 參加馬來西亞國際工程發明展 傳來了奪金的捷報 除了奪金外 還獲得印度尼西亞的評審團青睞 榮獲印尼特別獎 成功讚 四位成功國中七年級的小將 運用Scratch程式 設計出健康力氣 科技跳繩 融獲多項大獎 這些獎牌來自於加拿大 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 還有台灣 中英文解說 展現學習成果 將這使用者的身高 體重 年齡 換算成運動時間 消耗熱量與BMI值 這個裝置是對於減肥有需求的人 它的優點在於它不需要受到空間的拘束 以及它可以達到減肥上一定的效果 在使用它 減肥會把數量變成 減肥的數量變成 減肥時間 減肥和BMI值 孩子們很感謝一路來支持 與指導他們的老師 謝謝全工職業高校 為我們給予我們 寶肥的機會 去參與 和我們的夥伴 來參與我們 在設計程中 校長張志明說 結合高中職的資源 讓孩子們有多元的現象探索 成果國中 讓學生最主要是要多元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國際發明展 是我們本校的目前一個重點 剛好我們學生的英文程度 狀況都非常好 剛好搭配我們的國際發明展 使得我們學生在國際上 能夠發光發熱 學生將夢想轉化成作品 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為多元教育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記者蔡小鈞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clipination 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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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者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变 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制 守护行人安全 机车退出骑楼 畅通人行道 加强执法 路口不停让行人扩大取缔 一起努力 让台北市路口风景更美丽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情 作词和声 都不停让行人扩大取缺 设计